从沉睡准为醒悟 从痛苦准为快乐 我们的心将会无雄无尽地扩大开来 所以今天是我们生而为人后的重要的一天 我们来认识在日常生活的锻炼 让我们的心静止 把心舒服地放置在身体中心的第七点上 同时,我们要在心中进行观想所缘 这些心里的画面是为了占据我们的心 不让心想其他事情 我们观想水晶球 以纯净净举的心观想 舒舒服服地观想 我们观想着这个我们熟悉 我们热爱的物体 同时,以默念来复取心 轻松舒服地默念 而每次默念的沙摩摩摩摩摩摩摩 我们都不要忘记观想所缘 但我们想的是这个 却看到别的也没关系 任由体内产生什么都好 因为在身体中心第七点产生的 所有东西都值得观看 慢慢地观想 舒舒舒服服地观看 不用想什么 心会自己安定下来 它慢慢地调整到最好的道路 因而 我们有责任观想 我们要默念 神马阿拉昂 直到心静止 到产生不想要继续默念的感觉 同时 同时要护取心地安静 如果有这种感觉了 我们就不用重新默念 护取着心的静止 有什么可以看 有什么可以看的就看 慢慢地 舒服地去看 不需要想什么 心想要的是静止 因为我们还没有熟悉 因为我们还没有熟悉 将静止的心放在身体中心的第七点上 去慢慢地扶取心 不断地默念 神马阿拉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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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 心就慢慢地静定下来 重新地久些 可能心会无事乱想 但能静止一两秒 就认为是好的了 这是勉励的奖励 如果我们无事乱想 那么就需要增加清静 绝对我们的心 不再无事乱想 而当我们不无事乱想了 我们的身子就会空旷 轻松 轻松 舒服 扩展之后就会消失 如同我们没有身子一般 由我们的肚子转化为天空 心就会变得安静 转移到体内 这将会得到无穷的发洗 当获得快乐后 就能集中精神静止下来 远离欲望和恶法 成为淡然 心存静后 就会有快乐 这是同时得到的 之后 我们将按照顺序 观看我们体内的东西 希望今天每一位学员 都能专心地锻炼心 让心静止 现在的环境很适合 政务内在的三宝 愿每个人都能护取自己的心 让心舒舒服服 简简单单的 正入内在的三宝 最后 希望每个人保持安静 继续修行静坐 当我们诵念 称阳 佛法生三宝经完之后 请大家让心专注 以涅盘为目标 来专心修行 接下来的时间 为静坐修行的时段 请大家以单盘的知识开始 将右脚盘放在左脚上 右手也放在左手上 右手拾净 猩猩猩地碰出左手的拇指尖 然后慢慢地放置在内足环上 猩猩地闭上眼睛 就像我们睡觉 就像我们睡着时一样地放松 不要用力挤压眼皮 也不要用力压住眼珠 然后让我们的心舒畅 愉快 使我们的心清洁 纯净透明 而不然一失烦恼 不管是什么事情 都暂时放开 使我们的心空旷放松 透明 无瑕 让心空空旷旷 好比我们体内没有任何的器官 有如我们没有肝 肺 没有了皮 没有了肾 也没有了心脏 让我们的体内内一片空旷 成为一个出口 成为一个通道 成为一片空旷旷旷的地方 你内也没有习惯 这次我们的集中心 近距在身体中心的第十点 把我们东显西显的心集中起来 近距在身体中心的第十点 那个定点就在我们的肚子中间 肚旷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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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旷 旷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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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点就称为身体中心的第七点 我们必须要懂得这些局势 因为这是我们正在三宝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要把心进取在身体中心的 这一点上轻松舒服的停留在这一点上 简单的记下修行的位置 我们的心在肚子中间的这一区域 也就是在肚子上远手举高的地方 而先简单的记住 在这肚子中间 其实可能没有真正的停留在一七点上 但不需要太过担忧 对于心学员 先大概知道在这一范围内 但必须了解身体中心第七点的局势 因为这是稳固放置心的重要位置 是心原来停留的地方 我们进入面板道路的起点 是这个第七点 我们要把心进取在这一点上 永远的停留在这一点上 不管处于哪个动作 行、住、坐、握、伸手、锁手 或是做其他时间活动都好 心都要停留在这一点上 不需心理局就先真正圆满的进取在这里 如果心理能够进取的 就会有一个透明的水晶器物 它是一个透明的空体温元的球 就像经过他人雕过的水晶球 没有丝毫的瑕疵 透明如同金水一般 像我们照的镜子 像宝石 像宝石 我比宝石更加透明 最小的如同宇宙中的星形 中型的如同满月之日的圆月 大型如同中午的太阳 甚至比太阳更大 有的大小如同蛋黄 它很透明 存在我们的身体中心 如果我们修行了就会到达这一境界 就意味着我们走对路了 到达了奔赴我们身体中心的路线的起点 这是解脱烦热之道 因为贪 忏 痴 痴 痴 等烦恼是痛苦之源 将刺激我们产生 将刺激我们产生欲望 产生想要 想有 想成为 等等的欲望 这不会产生任何的利益 甚至还会使得我们在六道中 神轮远 产生失灵 产生痛苦和神人欲望 所以 烦恼是使我们的生命产生痛苦的主要原因 如果能消除全部的烦恼 脱离所有的 我们的主要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大德在法胜利团禅修中心在苏 各位大德早上好 荣披 早上好 此次来请大家们专心一起来念三宝经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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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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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 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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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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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放